兄弟姐妹从小一起长大 是除了父母家人之外啊 是最为亲近的人 小的时候朝夕相处是家人 长大了 各自成家是亲戚 兄弟姐妹 有了家庭之后呢 如果不攀不比 就能常常来往 如果贫富差距大 相处起来啊 就会有顾忌 稍有不慎 则感情受到影响 那么兄弟姐妹之间 怎么才能和谐 其实您只需要做到这四点 第一 父母帮你 那是因为你是他的骨肉 兄妹帮你 那因为你是他的手足 这天底下没有谁应该帮谁 也没有谁必须欠谁 你要懂得感恩 不帮你 你也得懂得理解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别把亲人对你的好 当作理所应当 更别仗着手足的关系 就肆无忌惮 即便是手足 也不能得寸进尺 或无度地索取 兄弟姐妹帮你 是出于在乎 而不是欠你 付出都是相互的 手足之情 懂得感恩 急于回馈 相互地扶持 彼此帮衬 才能维护好手足的感情 人心都是肉掌的 再亲的人也不愿意去扶一个白眼狼 你说是不是 第二 多理解 少抱怨 人都是要变的 小时候没成家的时候 你是亲人 长大了 成家以后 那你就是亲戚 千万不要计较 谁付出的多 谁付出的少 有钱的 就多付出点钱 没钱的 就多出点力 多想想对方的好 不要有点小矛盾 就挑起事端 有点小摩擦 就得理不让人 你这样下去 父母一旦都不在兄弟姊妹 也就变成路人 第三 要有分寸 不越界 兄弟姊妹也是各有各的生活 少掺和别人家的事 少和外人说自家的事 只需要在他们困难时帮助一下 而不是袖手旁观 只要在他们跌倒的时候 咱扶一把 多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 少干涉他们的家庭所事 作为兄弟姊妹 要维护好自己的手足 不参与手足的家事 不要自认为出于好心 就觉得应该管一管 有很多事 父母都管不了 何况你兄弟姐妹 留有距离 有分寸 多做团结的事 少说没用的话 才不会渐行渐远 第四 要钱财分明 亲兄弟名算账 兄弟姐妹之间 尽量不要过财 谁家要是有困难了 大家可以一起出谋划策 一定要做到钱财分明 必定兄弟姐妹都有家 分得越清楚 各家越容易共事 分得越模糊 时间久了容易出矛盾 人性往往是经不起考验的 即便是最亲的关系 也会因为钱财利益 反目成仇啊 兄弟姐妹之间呢 最好不要有钱财上的牵扯 若是钱财上分配不公 哪怕当时不计较 事后稍有矛盾 就会不留情面 翻起了旧账 常言道 手足不公 才容易断往来 所以兄弟姐妹之间 尽可能地减少钱财的来往 若是合作投资 要明算账 若是借钱 欠账要及时地还 钱财分明 利益算清 谁也别占谁的便宜 就能避免纷争 减少矛盾 手足同心 外人不欺 手足身形 父母放心 兄弟姐妹 是陪我们一起长大的家人 是除了父母以外 对我们最真心的人 所以要执恩感恩 大度宽容 把握分寸 钱财分明 默默地守护 成为对方的后盾 尽力地帮助 才能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母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